当代打工人现状,我的工作量 明天之前,要做出一千支剑 去看谁,晚上之前,一千支 不行了不行了,累死了累死了 我的老板 你在教我做事 中国棋盘其实这次成功最大的原因 可能就是在前面的中国两个字 一瞬间发行,你关于千数棋盘 关于九色录 就是在上美影之前的那个短片时代 美术天的时代 刻在每一个中国人DNA里面的这种棋 在总体的文化 人美风格方面 一定要有中国个性 对中国个性既有利用 也有一些自己的新的创新 那个作品里头 有传统的 有当下现实生活的 也有未来科幻的故事 中国棋盘不会巴布都是水波 也不会巴布都是坚持 我们也有现在很科技的CG的动画 希望大家有所探索 但是同时尽量给观众 良好的观影体验 继承名场 前辈们的创作思想 可以用雅俗共赏 来形容和概括 吃了吗您 我还是希望我在表现 或者讲一个故事的时候 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 那一定是我的经历和作品中的经历 能达到某种关联的和某种共振的吧 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大家都是小人物 你看看你 怎么凸成这样 如果说前面那棒子打下来 我觉得是有人能够预料得到的 从这种叙事的这种转折度来看 它也是必须的 从情感的治愈角度 我觉得也很重要 小朋友也看了一下 小朋友普遍反映说 为什么要死呢 至少这个片子里边 还是追求能够让大众 尤其是全年龄阶段的 大人小孩都喜欢看 额额额绝不是一个 灰色枯燥的故事 观众即使看不懂 他都会觉得 里头有一些小细节的趣味 以及画面的美感 我们不用过多的去担心 我们的艺术形式过于有个性 观众是不能不能接受 你只要把你的作品做得够极致 然后它的营养够丰富 然后它的内核和观众能引起 共鸣 你那个独特的形式 从来都占不完 哪怕观众今天不理解 他以后再看一个 或者自己的身位改变了 提高了 他有一天他还会来 肯定引逼解你 我们从一期 会把它去带到 改变海外观众 现在确实中国企团的整个热度很好 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肯定希望说是跟上面引起来 很大方第二次 因为我们有很好的一个规划的一个情况下 我觉得我们和每一场应该都很开放地去寻求 把短片变成长片的可能性 我们下段时间请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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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吝点赞 or订阅 最后一会就请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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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吝点赞 or订阅